好另外来看到这个警察被求处了35个无奇徒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AMCOM的毒品还把这个毒品拿去转售 彰化前警察杨顺吉他涉嫌利用了植物之变 AMCOM的所查气的海洛因毒品 然后再转卖来磨售 那么两个月前被检警查获了 经过了调查呢 他是利用了植物之变跟毒品人口相似 然后跟他们同谋利用了毒品人口向上游 毒贩扬称说要买毒品 然后呢在50万元的假钞 又出了上游毒贩前来汽车旅馆交易 暗中约定时间 由杨顺吉会同不知情的其他警察一起来领检 逼得呢这个毒贩情急之下把毒品丢包 事后呢杨顺吉他就前往取回这些毒品 然后予以强占 夹关了贞结之后呢将他给起诉 而且呢这个贩毒的部分是一罪一罚 所以他总共被求除了35个无奇徒刑 而且要病科罚金2300万元